关于二十五圣法门,除了关于法门外,其他二十四圣法门,以文殊菩萨之平息大多是特别的法门,不能普遍适合一般人,尤其是出发心前卫的人,但是也有颇有参考启发的功用,例如彼者对于必定切佛错之深处法门,以及大师之菩萨之净念相继法门,即深受好处,颇有一些体验,在这依法而言, 发菩提心者,应法门无量自愿邪,诱读菩萨,以法通达之后,以皆发心等修辩,修辩,学一切法,变成无量法门,以广之量,所以出信人息之温书菩萨,如是平息诸圣,远同法门,是为了突显关于法门之殊胜,但发大心之行人,不可以彼等诸圣,法门望其贬义之心, 人需等信尊重,修学乃至弘扬在座之位,还是要强调,你要尊重每一个法师,包括居士,尊重每一间道场的道风,尊重八大宗派,任何一个宗派,够有他们的渊源,作为一个修学佛道的人,不能,这只嘴巴随时奔便,就批评, 法师啊,居士啊,或者是法门啊,这个是不对的,每一个道场,人家都有自己的道风,我们应当给尊重,一草一木,对他生存的空间,人应当互相尊重,而且人类是生而平等,更何况我们是修学佛道的人,修学佛道的人,了解,事法平等,无有高下, 哦,所以在这里要补充,底下说,复事,中度残门中,有所谓的公案者,当然也如是看待,那些公案都是前代主事大德仕途之间,或者是三知识与参学者之间,应激教学,开示误入的案例,因也是属于特殊的个案,拦截破具参考的价值,但也有因为那些大都是很特殊的案例,特殊的善知识,特殊的参学者,在特殊的环境之下,依非常特殊的教法, 而参学者得以误入的例子,因此,依法而言,也非一般人可以直接一行修学的,虽然都是,但是前人出公案,对后人还是有很大的启发性,以及参考价值,但如果要往前一笔而修,这有很多困难,学习他们精神和原则之可以,便是校学最好的方法。